九月最快的增重法 瘦的人吃什么能够增重呢 像牛肉跟牛奶吗 这些都没那么全面 睡觉之前咱们注意一件事 再瘦的人吃了它也得怕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物 瘦子也能长肌肉 你千万不要天天吃 不然怕你撞得太可怕了 如果你是那种肩窄腰细 骨架小面黄肌瘦的 全身皮包骨的那种状态 肚子上的肋骨清晰可见 咱们抓住手腕 还能多出一两节手指头 而且晚上睡不着 白天睡不醒 并且一觉睡到中午 经常不吃早饭 胃肠吸收功能很差 吃一点就饱 干吃都不胖的 如果说你符合以上这几点的话 那我教你一招 让你越来越壮 不管你的体重 常年保持在90到110斤左右 还是那种瘦了很多年的 外胚型的体质 还是说现在的肠胃吸收功能 特别的差 吃进去的东西也不吸收 吃得多排得多 但是你身体的各项指标 又都是健康的 你尝试过很多增肌的方法 买过蛋白粉 甚至喝过中药 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么我这个方法都很管用 就是你在早饭跟晚饭之后 随猜一条一生菌 不要去买那种大几百的 咱们就买这种各位数的就可以了 一定要先改善自己的肠胃吸收 让食物的营养 能够更好地被吸收 记住要用温水 不要用开水 因为这里面含有多种的活性菌株 坚持一个月 你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